县长林明珍下乡前往国姓乡会看基础建设 了解当地道路、农路、浚沟盘、自行车道、 增设护栏及排水沟改善等工程 并听取地方民众诚情 林县长强调只要乡亲有实际的需求 县府都会立即发包施作 让在地乡亲都能有舒适安全又便利的居住环境 县长林明珍 家议员邱美林、宁芳于陪同下 到国姓乡会看道路、残疑道路、野溪、农路 军国旁自行车道、正舍护栏 向道排水改善等十九项改善工程 林县长请大家时务使劲多包容 未来完工后大家将有更好的居住环境 今天也来回家 我们修行的建设 管理也另外还拿一千三百几万 要来做修行的工程 可以对我们国姓乡 可以相当的关心 我们乡亲要做的修行工程 我们一人都一度在做 我们邱美林议员 还有我们船长 还有我们的福利市长代表 大家都这么高 议员邱美林林芳于说 县长十分重视 县民有鲁钢区原及品质 为了改善国姓乡的基层建设 这边请来关心灰坑 相信工程会来施工后 能带给居民更有品质及安全的空间 县长对我们国姓乡真的是非常非常的用心 只要我们村长代表主席这些跟他陈勤 他一定不二句话 一定下乡来看 那他觉得必要性的 甚至还会加码给我们再多做 真的非常感谢县长 国姓乡是属于比较偏 比较山区的一个地方 所以许许多多的建设 真的都蛮需要去改善的 尤其是在路面的铺设也好 还有我们的水沟护栏 其实都是有它的部分都有它的急迫性 另外有关北港区的北京工庞 就形成到镇神护栏 即使门村成功向道排水工程 林姓长在窥看后也同意施作改善 所以我们看这个为了安全上 所以我们管政府这个栏杆 我们决定要来跟他们实施 所以改造我们要把它做 这样让我们这个水沟 这个栏杆 可以保护我们这些 进出的村民的安全 旧门村那些社区的白水沟 因为过去 他们都是犯厨 犯厨 那生理人有着要欠钱 水沟都做不通 让我们这些大的人 区不堪的人 便路大方 出来就饮水了 林姓长还到长峰村 大起村 长湖村 前沟村 湖龟村 汇堪道路 残野道路 野兴 农路等19项改善工程 林姓长被在实际了解居住需求后 指示相关单位尽速发包 维护乡亲的权益 林姓长 林姓长 林姓长